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是有这个说法 我因为还专门写了一个什么 他们有一个叫做什么 常青藤爸爸 好像有一个什么 常爸爸 对 就来访问我 我刚才聊了一个 我说这你得怎么看了 首先 说这个话 它也未必有多少统计数据了 再一个 就是 你如果清华北大买了 其实它更买不起了 就是你至少你概率还大一点 对吧 一个说买得起的可能性是1% 一个是30% 虽然30%离100%还差远 总比了1%的要强得多 最近这个是网上啊 有一个叫清华学姐 写了一个那个文章 但是呢 那个很多人呢 说这就是个鸡汤文 但是它这个文章呢 实际是讲了一个什么呢 呃房子不重要 爱才重要 有人说恨不得想抽他 就是说其实他也挺惨的 他这个整个我看他这个文章回顾 他跟他老公都都是好像清华北大的这个高材生 然后从一从学校毕业开始就在北京生存 在北京呢搬过六七次加了已经 就从租的学校的宿舍也好公司的宿舍也好 买的50平米的小房子 但是最后奋斗奋斗呢 拥有了郊区的是4G室还是5G室 应该说混得不错了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呢 这个家庭做出了这么一个选择 就是离开北京 因为他们觉得是回到武汉 他们可能一方面呢 他们觉得现在啊 在这个北京 你即便从事业上来讲啊 也是非常拥挤了 但是相比之下呢 像武汉或者说南京 中国很多这样的城市 机会也是非常大 也达到了很高的专业水准 所以事业也可以在那干 同样照顾父母啊老人啊 包括教育孩子的教育啊 说现在有些城市也不比北京差 嗯 在进步 对 他们做出这么一个选择 那我看网上很多人就是讽刺他们 就说你还是清华毕业的 你逻辑都搞不清楚 爱和房子根本是两个不同的 对对对 两个没有什么交差 这俩没有房子也重要 爱也很重要 对 但是不能说房子重要 还是爱重要 对 这个李晶怎么看这事儿 啊 我就觉得这个 中国这个房子问题 已经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了 我发现在美国啊 这个 就是当然华人圈里 甚至不止华人圈里 就是就是外国朋友也会知道 就是变成一个话题 你知道吗 到那边 因为到一个朋友家里 哎自然会打量人家房子啊 这个房价多少 那边的就是因为有一些老老老移民吧 也不叫老移民 他因为他总是不断的移嘛 稍微时间早一点 他会一只要你一听说是北京来的 我发现都会说 哎呦北京来的 北京房子卖了 你就在我们这儿就能买好 所有人都会这么跟你说 对对对对 而且就如果更早的话 他心里他就是他说话 你会能感觉出来 就有一种 哎对很不平衡 就说你看我们奋斗了 那么还不如你们这个房子一涨 你们这个身价就比我们高 我们白奋斗了 有人甚至就这么说 确实是这样子 不是这个是亚洲 尤其东亚整个经济发展的一共同现象 从当时日本台湾 香港 这个就是说台湾香港的大部分人的财富积累 不是靠那个收入和经济增长 就是靠房子 那你觉得这正常吗 这个这么说 如果说多一点也正常 就是说从经济学来讲 角度来讲有两种财富 一种财富叫掠夺型的财富 比如说西班牙到了南北洲发现的大银矿 这个钱直接挖走了 这是掠夺性的 对 但这种都是一次性的 还有一种是创造性的 就是英国人搞工业革命的创造性的 房子同时拥有这两个价值 第一个价值掠夺性的 就是过去30年左右房子增长 基本上是这样的 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说北京房子贵是因为土地贵 土地价值在哪呢 是早就有了 这个不是说我们今天重新填海填出来一块土地 不是那么创造 本来就有了 谁拿到就是谁的 所以为什么中国那些首富都是房地产公司的老板 就是这样 他有本事拿到了 就有点像一次性的掠夺式财富 他拿到就是他的 这个没办法 就跟西班牙人挖银子的时候 挖到就是他的 那么在任何的一个国家经济开始腾飞的时候 都有这样 都存在这样的掠夺式性财富 就相当于你一个公司办了30年 就阿里巴巴一直没上市 说突然一上市 就是创造多少个千万富翁 就是一样道理 只是这财富早就有了 呃 没有做价 现在市场做了价 你如果有本事拿到了 你就拿到一次性的掠夺性财富 这个是完全有道理的 而这个掠夺性财富来的 在短时间内一定比你创造性要大得多 你不断的那有金字里去挖了当然是来的快 房子就是这样的 所以这卸锅中坑了好多人 就是中国这个当时能够拿掠夺性财富是他不让人去拿 一直上摔是吧 到现在还没摔下去 但是呢 北京房子有一个叫做创造性财富的含义 就是当这城市发展的很好的时候 那么你如果能够在这个城市里有本事立足 在这找一份工作高于这个城市平均 我就还讲贡献这些事 你的贡献高于这个城市平均人的水平 你呢 这个城市理论上来讲 这个公司就是其实公司要复利一笔薪水 就高过这个城市的平均水平 理论上是这样的啊 这样这样 那么呢 你就可以以一个高于其他人租房子也好 买房子也好 价钱 我比如我加价 你原来说100万美元的房子 或者1000万人民币的房子 我加5% 我就拿到这房子 那这房子就被增值了5% 这5%反映了北京这个经济GDP增长的这样一个特点 所以也就是说他把创造财富中的一部分 放到了房子上 不是放到原来那1000万是掠夺性财富 现在增的5%是这个 当我的经济还好的时候 我又增长5% 所以一年一年房价就上去了 是 你讲的是这个算的经济账 对 但是我讲的算个人道账 就是什么呢 因为你看现在似乎有一种观点 就是说在北上广这样的地方 你刚毕业工作没几年 你凭什么要房子 对吧 就好比说在曼哈顿 你凭什么要什么什么50平米60平米 对吧 有你个窝就不错了 或者好 但是你看啊 对这个体会最深的 其实是香港人 对香港是全球这个住房负担最大的至今还是 我就所以我住在香港啊 最近TVB出来了一组纪录片 我觉得讲的采访了一些人 这就挺有意思 这些很多人呢 你很多年轻人呢 大概是因为拍节目的关系啊 甚至流露出某种乐观 但是有人说这种乐观里头啊 有没有一点诡异 就比方说先采访一个美女吧 如果大家觉得她美的话 对吧 这美女最近在香港成了个奇葩 就是说有楼才有高潮 有楼才有高潮 就是说我作为一个美女 后来呢 这个记者就问她 说你要是这么样为楼价值观 为楼适取的话 那可能有很多有这个资源的这个老男人 对吧 他有楼 但是呢 你可能要跟别的女人分享他哦 哎 然后这女的倒拎的轻啊 说那没问题啊 只要我是原配啊 只要我是大伙 他往来赶走 这个可以 然后呢 还采访一些小夫妻 这个我就很熟悉 哎 一个一个星期见一次面 还不是在什么地方见面 在父母的家里见面 这就是平常这两个夫妻因为住房 因为根本买不起 买不起呢 然后就各住各住各的那个小小格子 一个星期在父母家 也是挤在个小格子里 那算夫妻团聚一次 嗯 甚至有些人要不说这片子拍的有些人挺励志的 就是我看他有的人就讲就说我 呃 几年没有换过手机 对吧 从来不看电影 甚至达到了有的女人说说 嗨 其实有的时候吃饭也不是那么重要 我一拍一天呢 喝一碗汤就行 还减肥 对吧 他就说哎 你看我这样奋斗了多少 或者几年我凑够了三十万或者凑够了多少 我付了手期 我买了一个哎 四十平米的一个房子 一个我的我的奋斗 但是这样 人们也看 就是说一个人在一个大都市里要这样生存 你这样生存是不是有点虽然是有情怀 但是有点没人道啊 这个我觉得这个就是丢失了幸福的本来的意义了 就是买房子你是为了过得好幸福 你反而买了房子让你变得更不幸福就没有没有必要了 但是中国人有个面子问题 那他怎么办呢 你可以算一算房租房核算还是买房核算 不是 我觉得这里面有两个问题啊 一个是就是说 像北京这个当然当然吴俊老是讲的就是他的里面那个道理 我们是明白一部分的 但是还我觉得中国的这个北京的房子已经不是什么经济模式能解释的了 就是我就没有一个人解释的清楚 就大家明明知道就已经高的离谱了 而任何一个现象背后如果他能存在的现象一定有一个能解释的地方 那您说这个这个就是因为他比如说有限的资源就跟香港一样 因为是资源有限大家都要往这里面争 不是这有限资源是一个再一个呢 中国还有一个就是那么多人文币 你从那有个地方去 昨天呢正好我一个同学是一个上市的房地产公司的一个副总 那个因为我带他去跟那个那个院长去这这一块吃饭 他人家就也问他这个问题美国人也问他这个问题啊 他说你放心吧北京房价不会跌 那个给了邦邦邦一堆的理由 他说你即使这房子你比如你是五两百万买了 你今天涨了一千万 你把这一千万房子卖着 你告诉我这八百万你去干什么 嗯正的 你回答我这话 你说那我再去买一栋 那你不是还是变下了把房子给炒高吗 他说实际上中国没有好的投资去处那么多的热钱 对对 以我的公司的所谓那个账面上好看 甚至有可能是买两套房子 对啊 那个那天不是 这最近这个房子是应是大家这个交议论的焦点 然后那天我看朋友还传了一个段子嘛 就是说可以拿到诺贝尔奖的一个三个难题 第一个难题就是这个学区房的问题 考得上清华北大买不去 这是一个一个为什么啊 第二个就是说呃 很多上市公司一年的利润还买不起一个北京的豪宅 一半一半不用北北北京豪宅 北京移动四房 哎 先不管四环左右的房子 先不管怎么这个具体哈 然后但是说呢 卖了百分之一的股权就可以买好几套 那么请问哪一个泡沫更大 这是一个问题 将将三言行广告之后见 你这最近这个呃知乎上还有这个很多问答就包括一个中科院的科研人员的自白 最后都是准备离开北京 他们就讲啊 就说这个哎 你得在人生阶段 生涯规划这个意义上来理解说北京现在的这个学区房这么样的难呃 你觉得不可理喻 但是呢 他说你这么想 你原来比如说啊这个从偏远省份 嗯 考到北大清华的这么一个学生 嗯 你原来上的那个中学小学啊 可能是全国排名一万对对后头的 而且你来自于那个经济那么不发达的一个地区 你这一下来到了北京 然后你留在北京 你生了小孩 嗯 你就想让他上这个什么人大附中啊 或者上什么啊 史家互动小学 对吧 好 那么其实这意味着什么呀 你学过马克思主义吗 就是这意味着你想在一代人之间 越升一个社会阶层 嗯 那你从排名 从你爸爸嘛 你排名一万 边缘省份的这么一个人 你盼望到你儿子 你就到了人上人了 这个难度 哎 这么一说好像是确实很难 这我觉得也不太现实 是是吧 对 但是这是很多人现在 对很多人 就是焦着这个事啊 对 而且就是包括我觉得教育就有这么一问题 就是很多人一代人说我现在搞素质教育啊 什么就是 对于很多家庭来讲 他还不具备这个条件 那你先要解决生存问题 就是你孩子将来能够有一个体会的工作 在这城市生存发展 然后可能下一代才是这个素质提高的问题 这就所以为什么今天这个社会 这个民粹就起来了 我是觉得 就说过去很多啊 不平等的 你也可以说不平等 也可以说是一种存在就是合理 但是那些观念呢 在今天的这种互联网的形式下好像被打破了 对 就是人民越来越着急 对吧 人民就是你 你比如说我那天看路易十四 我呃就是不是路易十六 那个最最最最最最崩溃 就是你看他那个时候说国家财政发生困难了 就是让贵族交税 以前贵族不交税 第三阶层 第三阶层 你平民才交税 平民养着这个贵族 然后呢 呃决定要有个改革呀 叫三级会议 三级会议虽然平民占多数啊 但你那个投票权跟贵族是一样的 一共三票 对啊 就说就所以最后引发了这个革命 我是说啊 你看今天的呃给人的这个很多感觉就是说 我自己生活里接触很多人 我那天跟他们聊 我说这个过去讲老子英雄而好汉 老子狗熊而混蛋 当然是一个反动的思想 但是有时候你想想我就跟他们讲 我说你看这个第五代导演 我真的我现在的社会上发现到最后很多人呢 他是有本的有本源的 你比如说陈凯歌的爸爸也是电影导演 他们都是电影学院 你是这个系统来的 对吧 只有一个张艺谋可以说是工厂里的工人 就是你拿我这个眼光你去衡量 我现在发现今天社会的很多成功者 实际啊 他是有来源的 你要完全寒门呢 完全一无所有 那就是我说的一代人之内 你就要到首都 然后到你儿子这儿 你就要见到他成为上一个阶级 这是 任务 任务贪烂 任务带众 任务带众 你上了有这么这个学习访 你就完成了这个阶级转换吗 也不完成 对啊 所以你知道吗 我每次看这些东西 我就觉得我很庆幸 我庆幸 比他们早生了 我比他们老了十几岁 二十几岁 就是很早的完成了 就比如说我们上大学的时候 还没有那么高的学费 然后还工作压力还没有那么大 然后在这个叫什么房子还没有 还没有那么涨的时候 你就稀里糊涂的 反正就买了房子 现在我就想如果把我放在这个时代 我该怎么办 我当然我现在会说那些人 你犯得着花那么多钱去买个学生 我不能理解 但是如果是我 我是在那个年龄 我该怎么选择 我就说别人也会说 你站着说话不腰疼 因为你已经早早完成了这个阶段 但是我真是觉得 对亲爱的年轻人挺残酷的 而且对父母也很残酷 对 因为很多年轻人买房 其实就是等于四个老人 在帮着他们 所以我到国外采访的时候 他们也很好奇 就是比如说 关于中国的计划生育问题 孩子问题 你能不能再生个第二个问题 我也跟他们讲 然后我说 其实我觉得中国的父母 其实是挺可怜 没有自己的生活 你自己 你很多父母 他就是 你看像现在 就是小时候 他那个 在文革当中没完成教育 好不容易 现在他可以养老了 但是还得把这些钱 还得倒贴到孩子身上 帮他们买房 所以我觉得很残酷 我觉得即便到了我们这个年龄的人 或者比我更年轻的人 这个父母为孩子真的是摆在第一位 中国父母 他没有自己 他没有自己 包括现在很多你说80后的 他征这个学区房 他最近出来说什么四五环外 都有个很破的五六十平米的 现在已经卖到了将近900万 就对他们来说日常工薪阶层 但是他要不买这个地方 他的孩子就没法上他如愿的小学 所以我现在还看到一种观点 这算不算站着说话不腰疼 就是也有一个人写文章 就是说你根本上你买不起学区房 你那么大负担 你还是想让孩子上最好的学校 这是个根 他说我们家门口就有一个不算那么好的学校 他说最后我衡量了一下 这个因果关系能不能建立 就是说上了这个最好的小学中学 孩子就是最好的人 那不一定 对啊 那他这个投资不一定 那是不是概率明显的不一样呢 概率大一点但也未必 我这么举例子 我当清华当班主任 对吧 那个班上最后一名加上30多人 最后一名的那个考分 恐怕都比 比如说北航和纲院前5%要高 那个 但是呢 等到四年或者五年毕业以后 你看看那最后的5%的学生 和那北大和那个北航纲院 不叫纲院 现在科技大学 前5%的比 那现在差的远了去了 好多年个别的 连那个学都没读完 诶 那吴老师 你要是这个中科院的这个科研人员 你会怎么打算 实在要是买不起学区房 那就不买了 那孩子呢 孩子 就是说我觉得差异没那么大 诶 这点我同意吴老师 我一个是觉得哈 我不太能理解 也是说站着说话不要疼 你既然都花得起八九百万了 你为什么在这跟他死磕呢 你上哪不能 就是这个世界大人呢 对呀 我就是你在这死磕什么呢 你为什么去买那么点小房子 所以我觉得 还有一个就是买八九百万的这个学区房 是不是人家有钱呀 这个八九百万对他来说 就相当于我们可能几万块钱 所以我都不知道是谁花了 比如说八九百万买那么三十平米 是不是真的是这种 就是叫什么砸过卖铁要买学区房的 我就觉得你要是这样 你干嘛在这耗着呢 那你说清华北大那边的这个学区房 这个价格是泡沫吗 呃不完全泡沫 我这么说吧 北京最中心地区的房价的泡沫反而小 那个周边的那个学区不好的 被带起来的房子泡沫可能反而大 那比如说现在的这个父母啊 他你你知道中国还有一个就是说啊 这个教育资源啊 我觉得也正是因为这种官民这种思维的共同合力啊 他就使得不平衡啊 真的发生了 就确实不平衡 我就老说我们家有一个亲戚最后就是他受到的刺激就是什么啊 就是上个普通学校 但是你知道中国的这个教育资源的倾斜啊 嗯 所谓的那个普通学校啊 他有一次去接他孩子 他看见就班里的这个孩子在在打架啊 打得头破血流 就是说 你知道吗 就是说这个这个普通学校已经是这个就没有什么升学率了 然后呢 在这个里边还要分三六九等 就是说成绩比较差的那个班呢 那个班呢 基本上是老师学校就放弃了 嗯 放弃了 那就是天天大家都 他说我这孩子在这就再去就成流氓了 嗯 所以呢 他在中国没有无法可想 他才想办法去移民怎么去也是为了孩子一定要让孩子到国外受教育 因为挤不进国内的这个所谓好学校 您说这个平平衡吗 这个确实是啊 就是在但是在美国也有类似情况 就是美国学区房的这个差价比中国可大多了 嗯 就是帕拉特和伊斯特帕拉特中间就隔着一条很窄的河 那个枯水季都能走过去 那个价钱可能差四倍吧 哎 美国人像不像咱们这个打破头要买这个学区房 学区房肯定贵 我就是说嘛 隔一条河价钱就差四倍吗 对 就是学区就是学区 差四倍 那那些美国那些个不够不够钱的是不是也 砸锅卖铁也想买这个学区 这就刚才李老师算那笔账 比如说美国举例子 在帕拉特的那一个地方 房子大概一连是大概像中等价位可能三百多万美元 那旁边就是六十万 你一个办法是说 因为美国像你私立中小学十二连算 上下来三十多万美元就够了 你就别花这两百多万去放在房子上 你就送他职业上私立学校就完了 那我的孩子有一些同学家里就是这样子 他住的那区很一般 那学校一般 就每天来你开车十分钟 送他去私立学校就完了 嗯 甚至现在你知道还有一个人讲了 就说叫什么呢 这个北大清华说那个 这个这个北北大 北大清华父母能给孩子的理应比学区房更多 嗯 就是说你既然是这个这么高素质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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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你为什么把那么大的财力和注意力都放在这个学校 孩子非要上一个什么学校上 甚至有的时候你自己怎么不可以教育 我觉得那个教育不光光是一个就是一个学校的事情 一个机构的事情 你自己对孩子的影响和他的你的延传身教难道不是教育的一部分吗 所以我真的是不能理解这个买学区房 这个问题 所以中国问题多了 你这个就延伸到了另一个问题上 就是说中国的口号叫爸爸去哪了 哈哈 严重确认 一个这个 再有一个就是说那对李老师讲的对象 就是说呃 其实呢很多中国家长比较难 包括上补习班也是一个事 就是说哎呀反正只要我掏钱就完了剩下的事 事我不管 我我掏钱 这个叫包括学区房也是认为我掏完钱 我孩子必然学的好 没有直接的关系 我最近还有一个想法 我不知道成不成立哈 我觉得就是其实就讲到 我觉得一个孩子就是计划生育这个政策 就是怎么说呢 副作用也是这样 就是你太把注意力把所有的宝都压在一个孩子身上 为什么我我最近会有这样想法 你比如说到美国 三个孩子四个孩子家庭比较多 一个父母没有经历把就是像我们两个大人眼睛随时盯一个孩子 你在干什么 你你甚至四个四个人父母在过来 可是你在国外一看就是没有大人 没有老人 两个父母哈 然后三个四个孩子 他就随便长 我觉得一个是他没有精力 另外呢可能心态也比较放松 你不成老大不成才 老二能成才吧 老二不成才 老三能成才吧 就总有一个他可以 他有一个成功率 你知道吗 在中国你就这么一个 你死活你得你得给我成 你得给我成功出来 所以我觉得这个心态 所以你看咱中国古人有句话叫儿孙自有儿孙命 莫为儿孙做马牛 是吧 是这样是这样的 但是我觉得你要是像吴老师这样的父亲 那学校并不很重要 可以自己在家养 他那么多时间陪着女儿 甚至为了女儿选择一个学校 哎呦上穷必落下黄泉 帮女儿去去找这个资源 我其实花时间也没那么多 就是说 呃为他找一个好的中学 我还是 我给他换过一次 比如老大我专门给他换过一次中学 因为小学当时是 因为换了一个更好一点的小学 就是因为也是为了省一点心 但是我觉得总的来讲 刚才李老师那里讲的那个那个 真的真的蛮重要的 就是呃 你这个可能是一胎政策的一个 后遗症 因为德国基本上一家两个孩子 他一个上那种职业学校 就当南领 一个上大学 他们在德国是分的很轻的 对 而且在德国是南领收入 好像也不比这白领少 所以一家 就是大家没有那么大的压力 这还是说到底啊 还是咱们这要出人头地的 对啊 你就就这么一个孩子 一定要压 所有的宝都压在他身上了 要当人上人 对 你看今天家长要是问吴军老师 上了一个学校 都一般都说能成才吗 我这价值观也很有意思 什么叫什么叫成才呢 成才一个是有用 这是第一个 就是你对社会有点用 对自己有点用 不一定对社会 反正你总的有点用 第二个呢 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不同的时代 你可能这个成才的标准不一样 在战争时代 你可能能打仗了是最成才 你可能能打仗了是最成才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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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